在内地近日这一组漫画就很受追捧 首先是说中国病了 而日本就带着防护镜在旁边照顾 其他国家就在病房外面探望 他们的表情由周笑也有担忧 之后连日本都病了 接着就是南韩和伊朗 最后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躺在病房里面 反而中国就出了院 隔着玻璃叫大家加油 这一组漫画就正正是描绝了 新型肺炎在全球流行的不同阶段 而随着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内地亦都出现中国是不是赢家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 中国一共向伊朗 伊拉克 巴基斯坦 和意大利等四个国家 派出医疗专家团队 其中疫情严重的意大利 专家组已经去到东北部城市 和当地医疗机构交流 随着中国疫情舒缓 内地开始出现 中国是今次抗疫赢家的声音 说中国在动员力 国家体制和价值观方面都显示出优势 又可以化危危机发展经济 对于这种看法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青春时报发表文章 说面对疫情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中国不可以抱着他国越失败 我国越成功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 不要让赢家的尖尖自喜取代对世界人民应有的关怀 文章说其他国家出现正要确诊 民众意识薄弱 听证病人得不到检测机会 其实和武汉初期的情形一样 是所有人感到悲斥的含舍 而不是中国得意的资本 和淡化灾难底色的歌颂 就好像放仓医院真神奇的哀歌喜唱一样 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 文章说全球花时代是一个风险时代 身处其中的每一份子 都要承担来自全球的风险 只要其他国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就不可能独善其身 清华大学的文章都有提到这幅漫画 说其中有不足之处 就是中国站在外面独善其身 他举下旗叫下加油 但是中国更加应该做的 是贡献抗疫经验和资源 到底这种所谓赢家 或者是尖尖自喜的态度 是一本民众的情绪表达 还是官方态度呢? 新华社近日有一篇文章 表示面对新冠病毒 世界付出惨痛代价 而中国的防控策略和技术 经受实践检验 愿意和国际社会分享